长篇玄幻小说 万古至尊 作者 太医生水 贾荣一脸讨好的笑容 云少 叫我有什么事 李云霄指着陆瑶冷声说道 他是我的朋友 陆瑶正在轻抚喉咙 喉骨几乎有断裂的感觉 雪白的脖子上一道紫青的勒痕 让人犹见可怜 贾荣愣了一下后 二话不说走上前去 深深双手举个头顶 高高败下 真心说道 陆瑶小姐 是我鲁莽了 请接受我的道歉 陆瑶吓了一跳 捂着脖子慌忙白首 他闪到一边 赶紧扶起贾荣 想要说什么 却从喉咙里传来了一阵疼痛 急得剧烈咳嗽起来 纪蒙一脸苦涩的模样 若是这些书炼师们对自己也能这样 那该多好啊 贾荣从戒子当中取出一枚乳白色的药丸递上给他 这是活血话语的弹药 陆瑶不肯收 这下轮到贾荣急了 拼命塞进他的嘴里 这才松了口气 小心翼翼地看着李云霄的眼色 上次在工会炼丹炼器后 李云霄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已经等同于丹道圣者 指路名师 他闭关之后 苦苦思索李云霄当日 给张清凡和许晗的讲解 隐隐之中竟然开始有了突破二阶的迹象 这让他万分的震撼和欣喜 就在这时 却被陆瑶传音打断 那种怒火可想而知 若非是李云霄找他 怕是书炼师工会此刻已经被引爆了 李云霄说道 你的天赋比我想象当中的还要好 能够如此快地突破二阶 将来的成就定然可以更高 我这次要炼制大量的丹药 找你来帮忙 炼丹 贾荣的眼中暴舒心芒 激动地说道 要哪些原料 我这就去准备 李云霄道 原料我自己已经备好了 这次炼丹可能要一段时间 你先找一个炼工事 我把计蒙安排一下 书炼师不少也都是舞者 虽然舞蹈成就较低 但也需要闭关苦修 所以炼工事也有不少 贾荣挑选了一个最大的让计蒙闭闭关使用 李云霄走向一面墙壁沉思片刻之后 取出黑妞大剑 高举着砍了下去 他的剑姿大开大合 刚猛凌厉 炼工事的四周都是坚硬的黑铁助导而成 李云霄每一剑下去都要砍掉一块块铁蟹 墙壁上火花似箭 很快浮现出了一个个的小字 整齐地排列开来 那些小字清新秀丽 烟飞露竭 一个个在粗糙的大剑之下雕琢出来 犹如一朵朵小花骤然开放 连绵不绝 这种刚强威猛的剑士却生出如此唯妙唯笑 飘若浮云的字迹 两种决然不同的风范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的剑下 这种强烈的反差给纪蒙内心深深的震撼 贾荣也是一心五事 虽然武道领悟不高 但也感觉到了李云霄见下的气势 摒弃宁神不敢打搅 片刻后 一首清新小诗便跃然于墙壁之上 若有朵朵鲜花争香斗艳 随着诗句的展开 一个满园桃花盛开的地方 顿时在两人眼前渐渐浮现 好像突然置身在漫天桃花落音之下 山水共一色 天地一沙殴 李云霄对自己的作品似乎还十分满意 笑道 纪蒙 等我闭关出来 你要是还不能从中领悟出更高的桃花建议 那也只能证明你天资愚钝 以后也就不用跟着我了 他说完 并没有听见纪蒙的回答 纪蒙已经完全陷入了那一笔一画的建议之中 灵台之上朵朵桃花盛开 他已经听不见李云霄的话了 整个人突然盘腿坐下 开始运转真气陷入了深深的深思之中 贾荣愕然道 李云霄微微摇了摇头 我们走吧 该做自己的事去了 两个人关上练功室的门 再次来到上次练制黑牛大剑的地方 贾荣这次下了死命令 就算国王死了也不许打搅他们 如此叛逆的话吓了陆瑶一跳 但还是拼命的点头吩咐下去了 梁文宇知道后 更是派了四名武师高手 替他们守护在门口以防万一 李云霄绕着练制式走了一圈 再次挑选出几个结识的丹炉 敲击了几下 表示还算满意 上次他直接练爆了一个上好丹炉 若是其他数联师 怕是直接抓去赔偿了 但张清凡和许晗不仅没有半句话 反而把那个破损丹炉也拿去研究去了 就这几个吧 先练制第一批 李云霄说道 你的工作主要是学习 等到我魂力不支的时候 你再接上来 原本让你来 也没有指望你能干什么 就是给我打打砸之类的 贾荣听说让他主要学习 更是两眼放光 金芒说道 打砸好 打砸好啊 我最喜欢给云少打砸了 李云霄目光微微一宁 一道神石落入丹天中的戒神杯内 顿时一道滑光在杯身上流转 直冲脑海眉心之处 他的双目中 仿若开出了第三道眼睛 一道光芒射出 顿时整个炼制室内堆积满了各种物品 贾荣吓了一跳 呆呆地看着这满屋子的东西 亥然道 云少 你不会把工会的库存都给搬空了吧 李云霄道 这是我们李家的府库 全搬过来了 用得上就用 用不上的时候 我还还回去 贾荣暗暗扎舌 李家乃是天水国军方第一大佬 直接搬空俯库 就在他走神的时候 李云霄沉声说道 这次要炼制的药剂里 有几位智阳之物 以我目前的魂力 怕是难以掌控 即便技巧再如何出色 也绝无可能替代魂力的作用 所以这次闭关的第一件事 便是要晋级二阶数炼师 你和我都要晋级 贾荣神色一正 那种点头哈压的模样 顿时消失不见了 双目当中闪烁出 一名数炼师才有的光芒 大声应道 是 云霄 就在李云霄闭关的时候 天水国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原以为被李毅控制的 李家族长李纯阳 突然高调出现 不仅重掌李家大全 而且直接宣布李毅为敌国奸细 下了全国击杀令 凡有窝藏或者包庇者 格杀勿论 他的高调付出 使得一直低迷的军界虎区一阵 如同重新注入了活力一般 开始频繁活动的出现在朝野之上 让人猜测不已 开始老爷子还借扫荡李毅与党的机会 将国都几位朝廷大员的家抄了一遍 这几位朝廷大员无一不是在老爷子闭关期间支持李毅 打压李家直系的存在 其中几个人在阻挡李家抄家的时候 被直接活活打死了 尸体扔去喂狗 这一下彻底把满朝文武都给震慑住了 一时间人心惶惶 原本还有不少大员在老爷子缉拿李毅的时候 纷纷上奏折弹劾 就在那几名被打死的大员尸体被拖到菜市场喂狗后 整个朝野顿时安静了下来 再没有一个人敢吭声 整个国度似乎就这样默许了他的胡来 将自己所有的抵挡都打的打抄的抄 这才渐渐平息了下来 但整件事的主角李毅 却好像彻底消失了一般 再没有出现过 宰相府邸 蓝家小院 当朝首府宰相蓝红正在品着乡名 听手下人的汇报 礼部侍郎张百胜一家被打死了七个人 抢走了价值七百万金币的财物 其中死的是张百胜的第六房小妾 还有他的一个外甥和五个家丁 断腿断脚受了重伤的有二十三人 轻伤上百人 张百胜自己也被打断了一条左腿 蓝红身边一位华富男子 他的长子也正是蓝玄和蓝妃的父亲 蓝光怒声说道 爹 难道就这样让这个老匹夫肆意枉为 随意打杀朝廷忠臣 莫非他想造反不成 蓝红放下手中的乡名 目光含笑道 蓝光啊 你还是目光太浅 看不了多深 李纯阳若真是要造反 就不会闹出这么大动静了 而且现在也都是捡些苍蝇蚂蚁在他 无关痛痒 蓝光愣了一下 难道他只是为了宣泄一下自己被囚禁的怨气 蓝红冷哼了一声 轻蔑地看着蓝光说道 你真以为这个老匹夫这么容易被囚禁 八成是他自己将计就计 故意隐蔽一段时间 好看清目前的局势 同时也把隐藏在暗地里的李家敌人给找出来 再顺带发发财 这几天来 他抄家获得的金币 怕是有上亿了吧 这么多 蓝光吓了一跳 师生道 难道陛下就不管吗 管 蓝红冷声说道 陛下年迈还做得了什么事 而且陛下也是在等 他也想看看李纯阳到底想做什么 若不出我所料 最迟后天 李纯阳就会把搜刮来的财物一半以上重交国库 蓝光这才恍然道 说的也是 李家这些年来一直受陛下压制 特别是财务上抑制的非常厉害 李家是年年入不敷出 也正是趁这个机会补充一下家底 但上亿金币数量太恐怖了 他若是不上交一半的话 陛下如何能够放心呢 蓝红喝了口茶 目光越来越浑浊 南南自语道 这个老匹夫这个时候跳出来 莫非他已经看清了局势 怎么会呢 为何我就看不出来 蓝光也是愣道 爹 你说的局势 莫非是